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么台股在昨天反弹了之后 今天又走出了常常一黑的走势 今天又回挡了65点 跌破了10,400点 收在10,347 收跌65点 产用量是放大到922亿 这样的量说不是很少 但是也不算多 因为在上个礼拜指数 来到10,545点的 那两三天的时间 那常要量一度的都有来到 大概1100到1200亿 1200多亿的一个大量 但是昨天打下来之后 前天收脚 昨天反弹 常要量却只收到了800多亿 这个一插就差400亿去 那今天行情往下跌 但量却杀出来杀到900多亿 所以就是说 当昨天行情在反弹的过程量是缩的 那这说明了市场 其实在现在这个位置 它那种追高的情绪 追高的意愿 它很明显的是不够的 所以反弹反而昨天是没有太大的量 而且又再度掉下跌了65点 那反而成交量又扩增到900多亿 922亿 那这种量价背离的结构 其实大概都会出现在一个整理的过程 所以呢 可预见也就是说 行情在6月底 拉了这一段上来 来到10545点 那结果拉上来的一个最大工程 包含台积电除息之后 这个小箭头是除息 除息当天收藏红 那之后呢连续的123456 连续6天 大概都是跌多于涨 那等于是这6天都在做一个修正的整理 那第二大台指创新高的大工程是鸿海 外市调高频的200块 股价呢 大涨上很高 之后呢 123456 12345就连跌了5天的一个时间 那因为鸿海大概会在7月 大概14 15号之类要除息 那本土的资金的部分 因为它会有比较大的税的负担 所以今年很多的股票就是在除息前 可能它反而不会有太好的表现 除完息之后呢 大股东可能就比较愿意回股持股 那反倒是在除息之后 那不管小股东大股东可能都会在前面先 如果股价好 就先卖一趟 那卖完之后呢 等到除息完之后 那再把十股买回来 那至少可以避开所谓的除全息 要去缴很高的税率的这样的一个trouble 所以说本土跟外资的税不一样 我想这一个是很大的问题 那大致的也都在整理 那所以可预见的就是说 未来大概在7月的上旬的部分 加上要公布营收 市场都会等待数字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它就是创新高打下来量缩 我就在那边做一个来回的一个震荡整理 目前看起来7月的上旬的部分 应该就指数部分 应该这个空间就不大了 除非台积电这个鸿海又再度转强 但是我认为目前现一段应该 这个机会并不大 那再从外资的一部分来看的话 最近的美股 我想就是不约同都走向说 那这个是道雄指数 在今天再创了一个21562的 一个新高的记录 那非常的强势 在前天大黑K昨天反弹 那今天再来一根长红棒 虽然留了上线 但是又越过了前波高点 所以道雄部分看得出来 它还是非常的强势 那因为美国昨天只开盘了半天 因为是国庆日 所以这个量看起来是缩的 但其实价是创新高的 所以代表就是说 整个道雄的部分 目前仍然还是在走一个 非常强势的多头的格局 但是跟台湾比较相关的 其实是在比如NASDA 那这是NASDA的走势 道雄创新高 但是NASDA你去看 就是说123456 连续6天的时间之内 总共有5天都是长长的黑K棒 代表每天都在开高走低 那你对到说Amazon 微软 FB Apple等等这些 科技股龙头股 其实最近都是涨少跌多 所以美国科技股很明显的 它都在一个整跌阶段 所以是传产强 金融强 但是科技股弱 美股的走势是如此 那另外一个更明显的是废半指数 昨天也是跌 那这个道雄创新高 但是它昨天是跌 跌的幅度是1.39% 那也是一样 K线的部分创了波段的新低 而且123456跟NASDA一样 6天的时间之内有5天的 长长的黑棒 代表就是说美国的科技股 其实它每天都在开高走低 每天都在跌 所以难怪就是台湾的 外资最喜欢的台积电鸿海 买了一缸子之后 现在也暂时就没有什么动作了 最近都是小卖 它卖了大概有4 5天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结论 结论就是我们直接讲结论 台股再来 我认为会涨的 第一个是全资股 第二个是外资的股票 但是台积电跟鸿海这种 在短线的绝对高档的位置 即便是它不会有太大的拉回空间 但是我认为它未来短期的幅度是有限的 那外资现在确实也没有什么在持续的加码 所以你可以先避开 可以先避开 但是外资出导的这个盘是非常明确 而且小型股其实不断的还在一个整理 所以我们看就是说 整个OTC的指数 大盘创的新高 那这波OTC在6月底的高点 连6月初的高点都过不了 更不要说当初在3月份留下的138.83的高点 根本就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所以这种以前股票 现在明显的就是说 它的涨势是落后大盘的 所以操作上就是说 以全资股为主 那外资控盘或者是买外资这个操作股票 那当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就是说台积电不涨的时候 联电整个突然间冲出来 而且呢 这个外资也买了这个好几天好几十万张 代表就即便是外资 它的风向球也在这个转变当中 那从之前喜欢买台积电 喜欢买鸿海 这种比较高基期高位阶的高价的股票 转去找就是说 可能股价还没有什么发这个发挥过 位阶比较低的 那流动性又不错的 流动性不错的全资股 外资喜欢的标的 那转向低价的部分 或者是转向 因为道雄最近创新高 NASA跟肺半 股价都在压回 所以很明显的市场主流 它在转变 转向大的强于小的 那外资主导的强于内资主导 低价的强于高价的 那非电的目前看起来强度 是远比电子股来得更强 所以从昨天盘中的解盘 跟我的节目我都跟你强调 大家就四个选股的重点 全中大的龙头股 外资的喜欢买的股票 低价的跟非电股票 我想会是进行整个选股的重点 所以你往这个方向去选 那我们就用这几个条件 在上个礼拜四 我又掌握到 那整个运费的部分 将要出现大涨的一个讯息 那在第一时间掌握 就带着会员第一时间进场买这一档 2603的长龙 那天我记得买件的时候 大概是15块半左右了 那尾盘盘中创新高 尾盘略做压回 那说的不错 说的不错 我就说它是一个全新的涨价的概念股 那上半年涨价题材都非常强 比如说六四八八 环球晶圆 当然最近都在跌 但是我也强调说 那你不要随便去放空 因为目前整个市场的库存量 水位真的非常的低 那供给端非常的吃紧 所以呢 第三季四币那个报价要大涨 那少折大概涨10% 那就看客户的强度 如果台积电的话 可能涨不到那么多 但是如果一般般的客户的话 我想涨个10来趴 可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也提醒你就说 为什么最近股价都在跌 就是因为说 从去年的10月份 涨到今年上半年 涨到了266块 就已经涨了大概超过三倍以上 所以它吃亏是吃亏在 它的位阶高 它的基期可能没有当初那么低 所以呢 一样涨价题材 反映在它身上 现在那个感觉是不一样 因为上半年是涨得不 涨得强势的不得了 但现在的一样的题材 对它来说就已经有点涨不动 我想这个是未接的问题 当然你不要去放空 那今天也确实做了一个强力的反弹 因为基本面其实真的是相当的强势 但是呢 现阶段我认为会大涨的 应该还暂时轮不到西金元 因为它位置太高了 所以我说再来就是说 长龙会是一个全线涨价概念股 礼拜四买 礼拜五我记得大盘是跌90点 它是相对稳定的强势 就礼拜一呢 大涨5.1%比美小型股 那债创新高16.25元 今天呢 再大涨6%最高来到17.3元 那债创新高 那这个强度非常非常的强势 那最近呢 你说中小型股票可以在两天之内 三天三四天之内 一路的这样棒棒棒棒 一路涨上去涨个实际20%的 其实现阶段 你说叫了出名号 基本面真的不错的中小型股票 有这么强势的标的 其实也真的并不多 那种纯投机股票我们就不谈 那也不是我会选股的一个标的 所以它的股价完全不如小型股 那三四天的时间 一路拉上来就涨了接近两成 那这两天的时间就涨了10来% 那这个真的非常的强势 但是也因为这两天涨很多 而且今天的量很明显的 那中短股票量是9万8千张 那对照上个礼拜的量 连大概一两万张都不到 所以短线 它进入一个过热的讯号 而且我们是礼拜四买的 礼拜五 准礼拜一 今天礼拜二 那到了我们买礼拜四 礼拜五到礼拜一 就昨天 三大法人 外资投信跟自行商全面都大买 所以这证明的就是说 我们是领先市场一步 我想再度证明 领先市场一步 但是因为领先市场 那今天全市场都进来做一个抬轿 那短线量过热 你就先走一趟 先走一趟 再装这个17.3元附近 让货源先走一趟 货利出新 从15.5元买到17.3元 三天赚了1.8元11% 虽然说没有说真的非常的多 但是你要去了解说 它是龙头股 它的内外盘的每一盘 五盘的一个挂单量 大概少则三四百 多则七八百张 所以我们的会员 那买个几十张的 一两百两三百张的大有人赞 所以我就是很喜欢超出这种 就是比较偏大型的流动性高的股票 我不希望 我没有期待说你一次涨个四五成 五六成 因为毕竟它不是那种很小型的标股 但是我们的会员可以一次买个好几百万 那只要赚到10%11% 那个绝对金额赚起来的速度 那就非常的快 所以这种好经好做的标的其实就是 这种是很喜欢带着会员大进大出的股票 因为它就是很容易操作 好那运价势必要大涨 我想我昨天解释过 大概美国线的部分 在七月份会陆续把合约签好 估计会涨大概六成 我大概询问业界的朋友 估计会涨六成五到六成 那欧洲线是每周报价一次 那估计大概下半年第三成这段时间 估计会涨大概四成 所以美国线涨幅又更大 加上全球最大的航商 因为之前它被勒索的这个病毒攻击 所以客户要下order定仓位都没有办法定 那目前欧洲线已经解决了 美洲线还没解决 所以说整个市场的攻击就减少 所以客户急飞狗跳 就只要抢仓爆仓这个仓位就不够 所以价格可能在这段时间涨的这个幅度 可能又比起来的更高 所以基本面这是确实的 那我也是领先市场跟大家讲 所以昨天三二反多跳进来买了 今天很明显的短线就热了起来 短线过热你就先走一趟 但是运价势必会大涨 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资金又风向球又吹向了 比如说大支的又与小支的 然后呢外支主导的 那长龙半年的时间 外支总共买18多万张 所以这种外支主导股票 同时又是低价的十几块钱的低价股 就是非电的部分 它就是非电子股的部分 不受科技股拉回的一个影响 所以因此就是说上礼拜一买 三天时间就可以涨了十几块 所以当然就是说 你说要涨个三五成 没有那么容易这种大型股票 它需要时间 但是抓对那个时间点那个节奏 那你买的数量多赚个十来趴上来 其实那个对于绝对的一个 获利的金额上那是非常补 所以我想现阶段就是说 大概这四个主轴 就是说买全职的 或者是买外支的 或者是买低价的 或者是买非电的 它没有一定要全部符合 但是就符合这四大条件的 大概是现阶段 排面中很有机会的股票 那今天的环球金额会大涨 长龙会大涨 其实都跟涨价有关 都跟涨价有关 所以长期来我们都 郑老师都非常关注 涨价的趋势涨价题材 因为反映在股价上都是最强的 除非它真的涨过 股价涨过 所以今天也在买进另外一个涨价的股票 同时它又是低价的 它是非电的 同时它又有涨价题材 主要是因为最近涅价 从高档跌下去之后 最近又开始做强势反弹 已经反弹了大概超过7%以上 所以就原物料价格 一下子涨了7%上来 其实那个幅度是很快的 而且像涅价这种期货 说涨就涨一下子涨了两三成 那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说整个涅价大涨 加上整个不锈钢进入下半年的旺季 所以不锈钢的一个报价势必在下半年势必会跟着涅价 再往上调涨一次 所以受惠的相关的股票将会在大涨 所以涨股票 那我想先不公开了 同时具备低价的优势 非电子股的优势跟涨价优势 涅价大涨的部分 就跟我先跟大家预告 上礼拜就跟大家预告说 运价将要大涨 那原因幅度都跟你讲的清清楚楚 那昨天三大法人也都跳进来了 证明我们是领域市场的部 那短线过来先走一趟 那我们资金就把它转到这一档 这个另外一个涨价的题材股票 那第一档已经整理了好一段的时间 整理过筹码干净 股价低又是非电子股 同时有最强势的涨价题材 跟高位阶的6488的环球晶圆这些股票 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们整理的时间不够久 在高位阶那成品涨价对股价帮助 短线来说不大 但这种打下来在低档整理好一段时间 股价又低 位阶又低 整理过了筹码非常的干净 又非电子股是现阶段 就是说当然电子股 它在一个逆风的阶段 它在整理的过程 非电子股票它容易出头 那筹码又干净 又最强势的涨价题材 涅价大涨7% 股价我认为将会有机会一飞冲天 所以这些股票都有机会成为7月份的新主流 所以我们会一档一档带着会员做新主流的操作 等会回来我们再留多一点时间跟大家聊游戏股 以及目前手上差不多比较大值的部分 等会再聊大值的部分 TriVago帮您又快又简单的找到理想饭店 让您轻松审核包 上TriVago 输入你要去的地方 选择入住 退房日期 然后按下搜寻 就是这么简单 你可以轻松简单的利用各种筛选条件 来找到符合你需求的理想饭店 记得哦 TriVago显示的都是同一个房间 不同的报价 不用怀疑 你可以用TriVago轻轻松松 以划算的价格定到你理想的住宿 早饭店 TriVago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TriVago 及时搜寻数百个APP及网站 显示给您的都是同一个房间 不同的报价 就这样 不用怀疑 你可以用TriVago轻轻松松 以划算的价格 定到你理想的住宿 早饭店 TriVago 这枚喷气师傅 手上功夫有够赞 男性护理师 够专业 有耐心 让病患家属 很放心 肩负300位旅客的安危 女性也可以成为优秀机师 性别不是阻力 尽情发挥潜力 Hotels Combine Hotels Combine 比一比 价格一定最惊喜 饭店订房 雄概高比 Hotels Combine 比较百搭订房网站 一次搞定 找到最佳价格 Hotels Combine 藉由异材质的一个搭配 然后透过混搭的手法 呈现最棒最完美的一个效果 这个客户本身也不喜欢纷争 不喜欢输爽 我们案件其实就很平和的结局 我们可以经过文创的手作结合 更有它存在的情感温度 我们开始申请了22个专利 这个专利的布局完成 其实对后面的发展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精英世界精彩对话 打开您的世界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再来 毕竟就是进入暑假的旺季 所以呢 一些旺季的题材股票 其实股价它很容易会有表现 比如说辣椒部分 那上礼拜 股价小银股一路修正的非常的凶猛 所以股价从54.9元打到38元 因为短时间之内市场都不敢接手 股价就跌得很快 小银股就上上下的速度很快 结果跌完之后一转折向上 一下子从38涨到47.6元 这拉上来就超过了大概25% 好 速度也相当快 主要是因为天堂2的革命目前在台湾就是大卖 那天堂2的革命的游戏它又是一个不是弹花一线的这个游戏 它们是生命周期可以维持非常久的这种这个长命的游戏 所以呢对于棒辣椒跟辣椒的营收跟获利的贡献是实质而长久 实质而长久 所以可预计的就是未来半年大概辣椒棒辣椒 它在这个分论的收入上 那会有显著的成长 所以这个基本面都是实质的一个帮助 所以股价呢就怎么下去又怎么上来 我想就是说股价终究还是回归基本面 因为暑假是游戏股的一个旺季 所以这是非常的正常 所以呢那大宇宙的部分股价又已经严重偏离基本面 因为前面这一段大概跌到150 是某一位大户在卖 那人家当初从分买交易 从全球交科的阶段就一路在买 公开的买 也不知道大家知道 我买了大概八九千张一万张 支持人家的本事 那宁愿要在半年报钱结账通通出清 宁愿价格卖不好也要出清 要少赚好几亿 我是不了解是为什么 但是这也是人家的自由 那人家大进大出都是公开的 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说人家什么 说人家的不是 只能说人家持股就是多 那我们就是买不赢他 那这个我们也只能认输 但是呢他在卖的过程呢 其实不管他出一两千张 其实股票都没有跌停过 但这一次股价真的最伤了 最后这一端的 包含今天一度的都跌停板 主要就是因为20分钟分门交易 那限制要全合交购买 就是预付款券 连买一张都要预付款券 所以五分钟的时候呢 可以买29张 但是呢20分钟的时候 每一张都要预付款券 所以他让流动性 他就大幅度的卡住 那市场机制 他整个失礼 流动性卡住之后呢 买盘即便是想进场 他不容易进场 因为你要准备现金嘛 那你要去掉钱 或者你今天卖股票 你没办法马上买 所以这个就是造成流入性的问题 所以当市场机制失灵的时候呢 大户结账 先跌前面这一段 就分门处置呢 让流动性卡住市场失灵 所以这一段跌的比前面更快 更凶更猛 所以这个有时候 我一直在呼吁就是说 这种分门交易的机制 其实有时候真的 我们是不是定时要来讨论一下 是不是能调整到更理想 你说你要保护投资朋友 结果你把交易的机制 流动性卡住之后呢 他失去了一个市场机制 那觉得便宜 想进场的人进场不了 恐慌的人要卖 没有人进场 去承接他的筹码 结果一路跌了四根 不断投的人也都要被迫断投 这个投资朋友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我认为这个一定是要调整 那股价严重脱离的基本面 就是因为这个分门交易的一个处置 严重脱离基本面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 要等待他的一个低档换手 换手上来之后呢 等到这个市场机制恢复了 流动性恢复之后呢 那我认为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那今天呢 打到点盘的时候呢 就看到有买盘进场 买了三百多张 上去下来之后 尾盘又收高 陆陆续续都有买盘做一个进场 所以代表就是说 这种投资性的买盘 因为如果两百多 以他的基本面游戏 在中国大陆成功帐上的应收 还有两亿五 未来下半年有两个戏剧 至少超过四到五个游戏要推出 后续的陆陆续续的现金流进来 你说今年要赚个十来块钱 我认为真的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如果说基本面原本当初可以推到两百多块 认为市场认为是合理的 当然合理是两百多块的价值的股票 跌到这个一百块都不到 那当然它就会吸引投资性的买盘 只是说我认为这样的投资性的买盘 在线阶段 分完交易全会交割 你没有办法看到非常充分的进场 因为就是不方便 当贩交易越到末端要解除的时候 我认为到时候量价恢复正常之后 到时候就会用报复性的反弹 去修正它超跌的股价 回到它应该有的一个合理的价位 所以我想就是说卡到的人请多忍耐 后面我认为会有一个持来的正义 持来的公道 其他股票就是说 我说要买全职的外资的低价的跟非建的股 就是长荣的部分 那礼拜四买 礼拜五整理 礼拜一创新高 礼拜二获利出清 那会买数量都不少 赚了11%获利出清 我认为相当不错的 那运价势必大涨会持续做一个来回的操作 那再来买的都是比较偏低价 比如说这一档 涅价大涨7%的受惠股 那低价整理了大概两三个月时间 那受惠股势必因为涨价会在大涨 因为低价因为非电子股 涨价的题材会再度大涨 那另外还有买进一档 全新的低价的黑马股 股价只有14到16块 毛利率高达30%以上 盈率15% 年五季获利 低季的获利不含汇损高达4毛钱 营收5月份年增4成 创9个月来新高 那今年估计赚1块半 本亿比只有10倍 值率只有5% 那今天创的新高才做拉回 市场风向球吹向低价股 那它有低价的优势 有高毛利高盈利率 同时有高配息 今年营收高度的成长 这种股票未来在7 8月份 都会有非常强势的表现 所以如果想跟我布局 全新的主流 欢迎跟上我们脚步 那我想在小型VIP的方案 降低门槛 专门通知 资议分配 每天都有5个点名额 我想这会是你最好的机会 祝大家收拾顺利 明天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散播放